第一個,我們是在B2一直到最下面做什麼?輸出這個公式 這個公式的話基本上就是conif,有沒有?黑名單,然後豆點A2 就是黑名單這個跟A2這個除成個比,那當然你像下填滿它變A3,A4一直類推 如果說它裡面的值假如說是1的話,那就是表示它是黑名單裡面的 0的話呢表示它不是黑名單的 所以最後我如果要留下什麼?留下是1的,0不要顯示的話 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用篩選,那你想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用排序 可以啊,你這個Z到A,有沒有? 1就放在前面,那0的話怎麼辦?你可以把0的部分把它刪掉 有沒有?把這個0的部分把它刪掉 那這樣的話呢,不過問題喔,如果假設你是要查詢 那當然呢 這好像不是好方法 那篩選的話會好一些些,為什麼? 因為篩選喔,基本上它什麼? 它的原理就是 如果你假設選1的話 按確定 它其實喔 並不是把0給刪掉喔 可是你想說0跑去哪裡了 其實喔,這個0的部分喔 它實際上是躲在哪裡,比如說2345這個中間有一堆有沒有 它其實就變一條線了 也就是說它的列高,本來可能怎麼可能這麼高吧 然後現在就變成一條線,意思說沒有列高,就躲,就是幫你隱藏那個資料而已啦 讓你看到的都是黑名單裡面的資料 OK 那所以喔,如果假設說我今天用這邊A2Ctrl-Shift向下的話 那因為呢 就是 是1的它沒有隱藏 所以呢,會被我們選到 可是是0的話呢,那它就隱藏 隱藏的意思說,我們選取的時候 選不到 所以呢,如果你Ctrl-C複製的話 那也複製不到 所以我把它貼到A1的時候呢,你會發現喔 貼過來 那它就資料就過來 欸,可是問題喔 如果假設你每天都要做同樣的事情 那變成說你每天都要重來,然後當然有沒有什麼方式喔 可以讓我們一鍵完成剛剛所有的動作 有沒有,包含什麼 1 欸,什麼,這個可以取下 1就是直接先在 這個B2上面,先輸入公式 2的話呢,怎麼樣 把這個公式全部填滿 3的話呢 利用篩選 把1的部分留下來 OK,這裡喔,先輸出公式 篩選 篩選完之後呢,把 A2底下的資料喔 Ctrl-C 然後呢,Ctrl-V貼到哪裡 貼到這裡 OK,把它貼上 欸,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我要把剛剛講的這個動作 寫成一段程式的話 那該怎麼做 我們來demo一下 其實程式真的非常簡單 總共就是一個回圈加兩行而已 欸,所以其實喔,並沒有想像中複雜 而且還蠻推薦喔 各位可以這樣來操作 以後你的資料 會簡單很多 好,那首先的話呢,我們demo一下 第一個是清除吧,知不知要輕功 那黑名單篩選VBA按下去 剛剛做的那些事情喔 等於是重做了,但是是 電腦在做喔,不是你做喔 OK喔 清楚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這個程式該如何撰寫 當然第一個一樣喔,先到開發人員裡面的VBA 第二個的話呢,我們就是 在這邊一樣喔 輸入一個叫SUB 黑名單篩選 然後Enter就可以了 他就幫我產生一個 這個什麼 就是一個SUB啦,空的 那如果我要把剛剛那 幾件事情完成,哪幾件 其實就是應該算三件事吧 第一件事情的話 就是 我們要在 這個範圍先把那個 資料這個篩選先取消 第一件事要做什麼 第一件是游標放在這邊 然後 讓他向下全部填滿 所以喔,如果VBA怎麼寫 他前面有寫過啦,你就是 FOR FOR I 等於 第二列 到 第 1000列的樣子 OK,Enter兩下 打一個Next 做什麼呢 幫我輸出公式到這個儲存 哪一個儲存呢 Sales 瓜虎的 I列的 B欄 等於 一個公式 什麼公式呢 就這一串 所以你其實把這個公式複製 取消之後的話呢 貼到這邊 那一樣原則啦 裡面有沒有雙引號 因為我們 用定義名稱 所以不會有雙引號 第二話有沒有列要變更右 這個下面 2要變3 3要變,所以這個 2要變I 雙引號兩個移到中間 AND、AND移到中間加一個I就可以了 然後把AND前後呢 加空格 第一步呢 就OK了 移開 OK 但是 可能要注意一點 什麼呢 因為呢我們現在 假如在這邊執行 這個動作到這邊是OK的 可是將來那個按鈕會在哪裡 按鈕會在這裡 查詢結果裡面 所以將來按鈕我們在這邊按喔 可是問題按鈕在這邊 那我們將來 輸出的公式在這邊 那意思就是說他們兩個是不同的 工作表的話 那請特別注意喔 如果是跨工作表的話 這個時候呢你一定要告訴他說 你這個儲存格 是在哪個工作表的儲存格喔 如果你沒講的話 以後如果在這邊輸出 會發生錯誤喔 OK 比如說現在 這樣輸出好了 你會發現 它變這樣 全部都零了 為什麼?因為這邊沒東西 所以呢 假如說要跨工作表的話 記得喔 要在這個儲存格前面加一個工作表的名稱 那這樣怎麼加喔 特別注意喔 不過這個好像程式 停 跑完了嗎 還沒跑完 Ctrl、Break 中斷 中斷 OK喔 把它停掉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可能會造成你程式停不下來喔 那你停不下來你可能要Ctrl、加Break喔 Ctrl、Break就讓它強制停止喔 不然你跑太久了喔 所以怎麼辦 特別注意喔 如果 按鈕在這裡 你指的是這個儲存格的話 請記得喔 要多學一個叫工作表物件 跨工作表 那工作表物件叫sheets 然後括弧 當然你可以跟它講說 我的資料在第一個啦 你可以用1 點 這樣的話呢 它也看得懂喔 你的工作表在第一個 OK那我就在第一個 幫你輸出它第一個 這樣OK OK 不過這個有個缺點 也就如果你將來 你這個 工作表如果換位置 或者前面又多增加一個工作表 哇那完蛋了 這樣就失敗 所以比較推薦是 用什麼 名稱 這個工作表名稱叫什麼 叫查詢名單 所以你把它複製 然後呢 加在哪裡呢 這個序子裡面先加 雙以號 貼上就可以了 OK OK 好意思是說 幫我把公式喔 丟到那邊去喔 我們來試試看 把這邊公式先刪掉 好 把公式丟到這邊來 執行 好 那你會發現喔 跑完了 看一下 有了 有沒有 所以喔特別是 跨工作表 輸出 公式的話 你會知道 請你在Sales 或者Range前面 加上一個Shits 挖符 哪一個工作表名稱 這樣子他就知道 這個叫跨工作表 OK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如果要把剛剛的動作 全部 變成 按鈕 要該怎麼做喔 要該怎麼做喔